有請歐比偉大的BP分析師 得意歐 總算開了呀 他們還呀 總算開了呀 該開了呀 雖然現在美國是一個黃金點 但是我們現在中國已經凌晨三點了快 再不開水我都困了 一搬蝙蝠 WINS是搬掉了黑弓 伐木機 撫王 其實每個隊對著WINS的時候他們要搬人 他們還真不知道該搬什麼比較好事 因為WINS每次打的套路都不一樣 而且WINS的英雄池很深 什麼都打 我發現國外隊是真喜歡艾瑞達 永遠一選 好多國外隊都是一選艾瑞達 以前他們玩艾瑞達都是主三的 一三對點的 現在玩艾瑞達都是壓對點的 現在國外的艾瑞達都是壓對點的 現在國外的艾瑞達都是壓對點的 三技能沒那麼強的 他們用來配一些什麼珀母啊 那種之類的英雄 對吧 艾瑞達 珀母、LUNA這種 可以配LUNA、珀母、大魚、人馬 這種都是可以配的 而且艾瑞達他們主要是拿著一個可以說反手救人吧 這英雄最大的作用我感覺是反手救人 那問題來了 這個巫衣一選有什麼說法嗎 是配陣容嗎 保證線上強勢 配自己的陣容嗎 他這個巫衣給我選出來就是 感覺保證線上強勢 可能他這個大哥 並不是很強或者說他想鋼3 有這兩種可能 他這個大哥有可能是近戰不是很厲害的 或者說他想鋼3 這兩種手WINS都是萬金牛的英雄 一個巫衣一個劍聖都是萬金牛的英雄 他可能想根據敵方的陣容來改變自己的陣容 還剩5秒 但是這兩手點出來感覺1技的陣容要好一點 他主要是他那劍聖也是反手毒狗吧 劍聖走中的話 或者走優打中期也不怕這手關鍵 對不怕毒狗和破母的關鍵 這手劍聖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不怕關鍵 1技搬掉了自己怕的 他因為他不知道搬WINS什麼英雄 不知道WINS要拿什麼英雄 他所以乾脆搬自己怕的 像他搬伐木機 他想拿煉金他搬伐木機 然後搬拍拍熊也是煉金怕的 他把煉金怕的都給搬了 那煉金還怕 煉金還怕冰魂啊 煉金怕冰魂的話 但是WINS這個陣容會拿冰魂嗎 已經有一手巫醫了 巫醫冰魂 巫醫冰魂配虛空還行 但是虛空又不配劍聖 但是虛空不配劍聖 這是一個問題 這很尷尬啊 巫醫冰魂配虛空很厲害 大魚冰魂也沒毛病啊 大魚可以 大魚配劍聖 要配空嘛 說白了就是 煉金怕 煉金還怕什麼我想一下 大魚 煉金怕了兩個陪伴了 沒什麼特別怕的 他怕高爆發 煉金這個英雄很怕高爆發 那種持續輸出他不怕了 這戰鼓好響哦 好臭的 殯死 可以當好不好 贏 這樣大褲 搬個 搬個破姆佩亞瑞達的 搬破姆 LUNA LUNA也沒 LUNA LUNA都比破姆佩亞 也不要破姆佩亞 LUNA 他拿健身出來就是讓你拿破姆佩亞 LUNA也還可以 SK 他覺得 可是我感覺WIN這個C是近戰C 這個C是近戰C I am coming 這個C是什麼近戰C呢 他不會想 他不會真的想激爆臉加冰魂吧 我操 1號位G80 狼人有沒有可能 小魚 狼人小魚 他們也可以拿LUNA LUNA也 也不提起 也太喜歡SK 小魚 打不過 戀金啊 WINCE 可能會拿獸王加狼人啊 符合一個推進 狼人 獸王加狼 但獸王怕沒打 小魚 講道理 別太分析VP的 WINCE的BP啊 確實不好猜 WINCE的BP很妖 你只能往妖路上猜 在常規的 你又猜不到 8條獵丹 8條冰魂 8條冰魂可以啊 8條冰魂可以啊 是呀 冰魂要拿的呀 QQ 不是 他來自路啦 沒有 但他拿法條的話 他的大哥 必須得有技能了 因為他現在 都 都沒什麼法系技能 他的劍聖可能是大哥 你說的是一號爲劍聖 他們是中單 中单卡尔还可以好吧 哎不行不行不行 卡尔这个英雄 卡尔不能的 中单卡尔是养怪物 不是说了吗 卡尔要刷炼金要刷 卡尔刷不过炼金 风哥这是你总结的呀 对呀不行呀 所以我说不行呀 别人都是用炼金来打卡尔的 对 卡尔要补炼金也要补 没错没毛病呀 卡尔这个英雄是要补呀 炼金也是要补 炼金全面压制卡尔 对呀 隐磨 隐磨接着快 隐磨健身双合 发条给隐磨补魂 隐磨还可以呀 隐磨在里呀 中门发条放框给隐磨补魂 然后压炼金 隐磨回高了可以压炼金 反正他另外一手合 一二号位另外一手合 一定是要有技能的 隐磨可以好吧 隐磨一是有爆发 二是可以配合 健身打双合 有奶妈推进 而且隐磨在中东压炼金好压的 炼金补大刀的 炼金补大刀 炼金补大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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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這個佩玉好他媽吵 關了關了 卡爾 卡爾呀還是卡爾呀 用爹呀 風哥呀他們要打你臉呀風哥呀 但是但是啊別人一般是先選卡爾後選煉金真的很多 不知道這個卡爾有沒有到16級就贏了的人說法 有沒有這個承諾 對 我都有一個承諾 我16級這把贏了 我覺得這把他不是以到16級為主好吧 他是帶隊推進的一個卡爾 根本就不需要說啊我到16級這一把 這一把就是卡爾打煉金線上還是把煉金給完爆的 但是他過了對線期之後需要跟隊友抱著推推煉金 別對刷對刷就不好了 不是說為了啊 一打擊一卡爾玩爆煉金兄弟 爆中爆 一級的陣容露子也要 一級的陣容輸出在哪 這把大魚辦了 他 輸出在哪 他陣容很怪 三號位 沒看到陣容輸出在哪 小狗還沒車 他小狗是為了打發條嗎 小狗打發條也還好啊 哪有那麼好打 艾瑞打加小狗很好打發條好吧 關到就貼臉減速 關到就貼皮走了 那也是 這三個降雨 看血量吧 血量低就走不掉 血量高可以走 他先壓呀 還不滿血差的 對他如果是生詛咒的艾瑞打 壓到個三百多血可以秒 三秒鐘踢不走 詛咒一下 還要三百 四百就死了呀 我感覺四百多都死了呀 兩級大概三百頭吧 然後開個狂暴 大概打得不痛 還有換向的 沒沒打不死打得死 沒想到四百打得死 你看到湯一樣 打不死 兩級打三百呀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兩級三百血死 四百死不掉 小狗跟他對線就只有一雙草鞋 撐死有個相位 又沒有攻速 不是說什麼避障狗 他有沒有可能事後會發條 再來一首蝙蝠 冰魂還是被斑了 被斑了 沒斑大魚 這是個問題 打大魚 小狗 小狗 可以開車了 我覺得他卡爾不該拿呀 如果這個體系他是拿冰魂的話 他這個卡爾 可以留到第五手拿 別人也不會斑 我覺得打老樹精 練精這兩個 欸你別說這一把冰魂 冰魂是真他媽的好用 不是這一把冰魂 是真克練精加老樹精啊 好克啊 術精的bub 對呀但是他沒拿呀 鳳哥 還不雪魔 兄弟 衛生的VP 要 薩蠻 薩蠻 沒有冰魂好用 沒冰魂好用 沒冰魂好用 發條冰魂 只是推的快 他就是推的 我說了 他這一把卡爾就是帶隊推的 他拿個冰魂 那鋼三好厲害 拿個冰魂 他發條單打衣 他刷衣機呀是手下來了 手下來了 單核健身的後期難打呀 雙核雙核 我這一把鏈監有個 有個老樹精 寶中 這卡爾打鏈監 可能就打不爆了 一般的話 靈動訓節能把他全部補 全部翻補 這手按鈴薩滿 四點都不怎麼樣 大魚也沒辦 一擊沒有這個大魚人 我真的覺得一擊 他最後一手辦的怎麼辦 我忘記了 小強 小強 他卡爾怕小強 這邊WINS是拿出了一套小魚種速推陣容 小魚種速推啊 快速拿分 這個陣容有點復古 說句實話 會不會剛刪呢 這邊推一擊的話 一擊好像 如果要是不學三技能 就只有一手雙物了 AOE0AOE 沒輸出沒輸出 如果沒有大魚開車帶狗鑽 打人 那這把的關鍵點 還是大魚 大魚跳刀的時機 好吧我覺得WINS要 主要針對大魚這個點 那就別剛了 要針對大魚這個點就別剛 當山真不一定好 你讓大魚肥了 你哪怕是他大哥窮一點 非要大魚肥了有跳刀 他有跳刀就有手塔能力 你這點是大魚嘛 你要壓好大魚 那就不要剛了嘛 壓好大魚人 看到 吃眼神 巨大的魚 看的 你看到 很悶 很悶 很難 又暫停了游戏这个比赛的节奏吧 这把链金会不会出那种大电出装呀 我操 可能吧 这个比赛节奏是真不怎么快 今天差不多要到中午12点吧 差不多要了 这可比老流氓呀 这个无意识 一看就是长了一张老流氓的脸 我操 好老子刚才近身看英雄套装你妈摇一下差点把自己摇偶了 老子看了近身看 近身看乌依这个比老流氓呀 叼了个烟 这张脸就是老流氓的脸呀 你说你近身看他你你左右摇一下 我为什么要摇呢 十秒钟我包你哦 包我 不摇呀 谁啊 小狗吗 好 你近身看他你再左右摇一下 奥里奥 没有呀 你摇得不好呀 你妈这么帅气 边上还有树叶在飘 法力 法力无边 我操你说你说要偶 你看乌依呀近身看乌依呀老流氓呀 刚才有人问我们欧比谁的卧室最大 这个时候也不想想我们欧比六个人 对吧谁能睡最大的卧室 肯定是头最大的睡最大的卧室呀 兄弟呀我们两个人呀不是一个人呀 没毛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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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抽屎最大的卧室肯定没问题呀 不抽屎最大的卧室肯定没问题呀 还得呀 又猪流呀 兄弟呀 难道谁有不知道我们欧比住一起吗 整年头还有 有些人是不知道 整年头还有人 大部分都不知道 脑子经常有大部分 啊 龙神和胖头鱼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的 有这套所有的 你们这一起的吗 哎 雕哥你在上海吗 雕哥你来上海我请你吃饭 很有意思 咕咕 咕咕 要么阿雅哥哥 什麼情況啊? Ready 啊 終於開了 天火炸一下 看一下 我操這個老鼠精怎麼這麼扎死啊 小狗踢出去是被看見了 上面上滿補一張TP 小狗是插了一個守護高台的眼 沒有敢往過他怕被看見 他都掩飾守自己的眼位 這邊一擊是開了一波後手霧 走出來一半開了一個霧 這邊 抓人 殺鬥的傑森 傑森 傑森有風暴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他靠樹的話有一招叫做十字為殺 我不是說了嗎 看到了看到了 這個位置 死了呀感覺 跟著呀 哎呀這卡位 這肯定死了呀 跟著有一家查的 有點厲害啊 哎呦 第一滴血 衣血 就像鮮紅的枝葉一樣 從神神神 破頭了 感覺殺鬥剛才站的那個位置也站太久了 他應該動一動吧 他毫無防備 他離塔緣他就死了 為什麼有回音啊 哪個兄弟的回音啊 你看YY有沒有Snake Snake進來了嗎 雕哥的回音 喂喂 雕哥你的呀 你關門了沒啊 關了呀 我那一般都沒有回音的呀 剛才解說也沒有回音 要錄 關鍵是我說話雕哥沒回音 黃翔說就有 因為 因為我在外面呀 鳳哥 關門了 雕哥的麥也是厲害呀 他媽的 關怎麼也能傳到聲音 我操 這他媽靈敏度得有多好 下路 無疑一個C 卡位 卡位 好 不敢跟了 這個Shadow 這哪是輸出不夠啊 這肯定狗 我感覺 肯定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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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才回去的時候還有一秒多 光 不用砍就死了 48點血 肯定狗肯定狗 48點血剛才是 那 他媽的有點不應該呀 絕對狗了 剛才不好 不需要砍一刀就夠了 不需要砍一刀就夠了 而且還能再砍一刀 發條 看這個兵線 發條也難受呀 這不 一波兵被消耗掉了 他這樣混的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肯定中路也沒看出卡 哎被關了 有點危險 哎呦 動不了 關到就是了 說了艾瑞達加小狗 還是狠克發掉的 關到就死了 這邊我弟 外隊的一次零星殺雞 一下 兩下漂亮 哎呦這個殺雞 真是彌補了這兩個人頭呀 虛命了虛命了 虛了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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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瓶子的話 牽壓壓卡的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他們這麼大的 他現在肯定不好打的呀 他沒瓶子 那眼睛是被打掉了瓶 還是魂劍啊 瓶子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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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子被打得他很傷的 很僵硬很僵硬 很僵硬 有點不大刀了 他沒誤了 他本來很肥的 他本來很肥的 他這樣補的好傷 不太補了 不太補了 這殺不了吧 他沒有切Y 是一個 切了個T加隕石 不應該切Y 他沒有Q 怎麼切Y 不應該切天火呀 為什麼要切天火 他剛才沒Q 不是 他要 他不切天火 懂嗎 他 他隕石本來就有的呀 我看 誒 要他切什麼技能 他沒有Q 剛才 你們懂嗎 對對對 他三級 沒兵他怎麼切 他還結束冷卻呢 他三級 把兩兵這個打瓶子 歪隊歪隊 找個體會失誤 一天火一個影石碰到就死了 誒 這邊上路又動手了 一個關 窩地在蹲 一個彈彈樂 有幻象 彈彈樂 想反殺 反打獨狗 下路是殺掉了大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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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呀這波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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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彈死不了 不彈小狗有香味 那還是要彈一下 但是 但是彈 他想把那個 彈小狗彈一下 蘇跳跳 預期並不太好 控到了一個隱身神符 沒有控到賞金 蘇跳跳 想罵人了蘇跳跳 這比有點背啊 平背打了 賞金控不到 控了隱身符 卵用都沒 就老蘇金 這個練金就舒服多了 看他沒補過大了呀 已經 已經被打懵了 已經被打懵了 好煩 發條打這幾個真的不好玩 打別的英雄他很能混的 這個兄弟好煩 蘇跳跳 本來是補刀很高的 對 他去上去控服了 他吃了卡爾 十二個 看一下路無依 詛咒 拉住 煎火 一個電眼砍死 這匹死之前 按了個 數甲是給誰加的 給自己加一下 掙扎一下 掙扎一下 全部是卡 對這個無依可以啊 殺雞遊走 我只能說 這個煉金很加硬 好吧 卡爾打煉金就是全是反補呀 說了呀 全是反補 現在煉金 感覺他從頭站不了了呀 全是反補 我感覺瓶子倒沒沒這麼加好吧 他要打野我跟你說 他全是反補 有瓶子也沒用 一波兵最多補一個 三個反補 他就是專野了 這邊 毒格關一下 天火 天火 被分擔了一下 但應該還是有機會 一個導彈 小兵鞭 小兵鞭 人品 可以 漂亮一次單吃 厲害呀 四級發條單殺 講道理 溫斯這種前期 應該要打出優勢 他們這種前期打不出優勢 就特別來瘦了 說了 我們看一下下路 這一把 溫斯有幾個點比較重要 一個是散滿的六級 好吧 散滿六級推塔 然後另外就是 卡爾中期配合一賽 一起推 這個比煉金打法我操 這個機他家裡養的吧 肯定呀 無限運平 正正的風景 下路這邊是 健身和薩滿的一次B塔 推塔了推塔了 健身直接是吃掉了芒果 好正有個大招 節奏很快 六分鐘拔掉下一塔 打大樹的陣容 六分鐘能拔掉外塔很不錯了 大塔應該拔不了 該兇的就要兇 對面中單鏈金是個刷B 毫無作戰能力 大羽人這個英雄 前期也沒作戰能力 唯一有作戰能力的 只有小狗 但小狗沒B章的時候也不厲害 小狗也是要一個B章嘛 對 所以說現在這段時間 對面就沒有什麼 有作戰能力的英雄 真的是出B章的嗎 難道再出獨六手 他出B章對手 一個一個買了 他出的是那個 你沒看錯團隊至少 獨六手 獨六手 過分了呀 有煉金的陣容你出獨六手 不可能吧 有煉金的陣容你出獨六手 不是搞自己的 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 是B章呀 他有煉金他還要出獨六手打錢 那就有點過分了呀 看一下經濟吧 全場最高健身 小狗和煉金的經濟還不錯 還有卡爾 這邊 只能說這個煉金沒崩 但不是那種無解肥的 還有一個反應好精準啊 兩個高台眼兵秒反 秒十 六三那邊一個這裡一個 還四B章四B章 肯定是B章呀 不可能把 不可能搞自己人呀 有煉金出點金的時候 這邊 關了一下 大魚 趕得過來 靈魯慶傑 QQQ 這邊想拼獨狗 沒有機會 加了個素甲 天火 天火 很贏大 而且這個大魚一直在保護他 愛心大藥 我操 這邊節奏非常的快啊 劍聖是直接趕到中路 上滿的等級好高啊 說了呀這一把 上滿的什麼時候到六 八分鐘就六級了 推進呀就是推進 現在毫無脾氣 Win4 八分鐘拔掉了 一級兩個塔 Win4的團隊執行力 還是很強的 他們清楚自己的強勢器 他們知道自己的強勢器 敢打 這個時候就知道要推的 就是推 卡爾 點金手都還沒出 就開始打起來了 點金手了卡爾 兩個塔拔掉 這波沒我 高等級天火 九分鐘點金 Win4 剛爪 剛爪健身好腰啊 他媽了個B啊 再說老子閉嘴 我幫你瘋了你信不信 說我閉嘴 不讓我說話了解說 別把我搞生氣了 你那裡 你那裡彈幕有點過分啊 鳳哥 媽的不讓解說說話了 我說Win4的節奏 他們懂什麼時候該幹嘛 這都不讓說 就有點過分了呀 我的媽想 想罵人了 我操 不讓說話 那讓我們 要我們解說幹嘛呢 鳳哥你問他 那你為什麼要來看我的直播呢 老子批起來了 把他關一年 我操 關鍵是關不了一年 永風永風 下路這邊 想到你風哥脾氣夠好的 能惹風哥生氣 隱身 也是一種本事 關注 加速過來 加速過來 加速 好有的速度好好好 關注了小狗 小狗有裝 可以裝兵 他沒有裝兵 他沒有裝兵 大叔給了個隱身 練精也感到了戰場 解釋了一下建設 有無敵戰 暈住 能不能斬到 打個殺不死 他還有避張 有避張的 打不死 那這一波 來這麼多人 就死一個上馬 也能接受呀 虧了虧了 他們 一擊那一波 一擊那一波 一擊這一波 一擊這一波 一擊一擊 一擊一擊 好多張TP呢 對對對 拖慢了 拖慢了 這個塔好吧 這次要來上路要好久好久 來的話 躺慢去了 這個塔 退不了了 而且練精一直在刷 這也是個硬幻 老蘇金有點缺魔 需要一個秘法 還是要來 還是要來退 這地浪費也沒時間了 還開了不軌跡之物 能不能殺掉老蘇金啊 他都不秘法 有機會有機會 對 玩住一個羊 電 拔 沒綁到 你生無敵 沒眼 煞滿 主要煞滿這個羊 他要直接接網 對對對 他這個羊CD太短了 他不像LAND一樣 他就1.25秒 這個 過來放那個電 不放那個電有機會網到 一擊羊到了嗎 網到了就是一個雲石呀 直播人也沒推掉他 他也不怕輸了呀 然後就可以綁掉 這真的 這就不能讓 他晃得了 看人家 其中一個 他不怕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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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不會去 他不怕輸出 吋 他不怕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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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技能就比上把技能穷多了 上把技能無限吃上去 這個比天天吃奇怪的服 會呀 奧術隱身 發條還是肥啊發條1800 打大賽的話我覺得裸那個刃甲沒有推推好 打大賽的話 這個發條我感覺他要做點心 我感覺點心好 點心嘛點心也可以 大賽你出刃甲每波團上去死 你媽逼的裝備不能更新 作為一個三號位往後來打還是蠻僵硬的 要保證稍微保證不死 有夢想的人都是先出推推號 還是要經濟啊是吧 他要點心他要點心 刃甲反正是最不好的 推推點心嘛選一個 對推推點心選一個刃甲是最蠢的 而且小狗不怕人家呀 出一個這種合成裝備 然後再轉點金的 大魚查的人他可以救一手嘛 不然沒人救呀 看他回去買什麼裝備 兩千一百塊 推推 推點心選一個吧就是 推推後再補點心就沒毛病了 你不用補的 你不用補的 推推A仗 我覺得推推A仗這套裝備出的是比較科學的 A仗也可以撐血嘛 這把蘇綿耀刷的不肥呀 沒有牆中那麼肥 他一直在刷錢 因為他有一波下去了好吧 那一波導致他少打一千塊錢 炼金最主要還是看灰耀那一段時間刷的有多快了 Winx的節奏很快的 人經常不見 他 他不怎麼敢刷錢的 你看他高地掛機 Winx的人經常不見了 他怕 不怕就要死 欸搞個幻想想騙一下 還好有眼喔 看到兩個 為什麼會有兩個連金呢 都感覺到了 欸這邊節奏很快 既然 既然你選擇 不打 那我B站 這個盾應該是拿掉了 打不到人直接打盾 啊拿盾 變剩拿盾好一點吧 他躲在後面的 現在有一個問題是這個大魚快跳了呀 這個B哪摸的槍啊 他出門就是打野的 誰是怕錢 天灰上塔 正受到攻擊 一人下塔 正受到攻擊 好 刷下去是1G比較想看到的局面 對 Winx還是要想辦法殺人破塔 因為Winx這一把後期卡爾電聖雙合 實在是不厲害 很弱可以說是 厲害的就是中期這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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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服都沒吃過 爺爺不多 這邊鏈金也是在 會要先買個卷軸啊這個鏈金 會要先買個卷軸啊這個鏈金 是的 我就說他的經濟 感覺有點少 什麼兩千多塊錢 那突然就會要了 買了個卷軸啊他 大魚跳刀 現在的一擊打正面的話 還是很有戰力的 拿了好多援骨啊 劍盛出的分身符呀 沒有能力請援骨呀 拿了這麼多 上滿有大 可以跟上滿有大 但是這樣刷下去的話 定位是不利啊 打成刷前局 就定位是不利了 我覺得運死等一波強勢七吧 也不是說不打 等一波最強的那一波 一波打死 就不是說那種 一直找到你打 反正 對發條 反正等 等不到卡二十六好吧 一定要在十六前打 這邊就發條要死了 關注 推推推 推 還是被殺到 攻一下 有沒有機會攻一下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講道理他的這個位置 沒意義啊 有有有 他 他有天火的 有意義嗎 他夠了人有天火 天火呀 沒失業呀 沒眼呀 你說有眼的話就還好 沒眼呀 他就等機會呀 沒眼也是一個 他可以單殺人 像這種機會 你在這種地方 有眼和沒眼差別很大的 有眼裡才有機會呀 這兩兄弟 他應該是蹲兵線的 我覺得 這樣打下去對運是不妙啊 來了這邊掃到了 哎 這好果斷啊 直接吃掉一個窩地 上滿插出了大招 二兵一八掌 上滿 上出一個大招定一下 往了一下小狗 往了一下小狗 接受這大招 拿掉了RTZ 拿掉了RTZ 這邊大魚直接TP 這邊宇宙哥直接TP 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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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身有粉嗎 這兩兄弟沒粉 我操 沒粉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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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發條 發條也沒粉 又是一個隱身 又是一個隱身 隱身好調皮啊 放了個E 我操 知道沒粉 隱身的無敵 隱身的 帶粉的醬油都死了 三大哥 連大哥 這個是 沒記的 哎 又是發條 關注 這一波大魚 沒上 不敢踩 人都在 看到後面有人呢 小狗不在 中鬼還是想打架 我感覺他打架的心好重 應該是等著健身一個分身符 看一下這一波 小狗這波也很強呀 暗滅必章 有暗滅了嗎 那有點厲害啊 有鑽 這一波小狗輸出 輸出是肯定夠的呀 不鑽大魚嗎 他不專打魚 他不專 他就站出來打 這邊是關了一下 煉金 會要煉金 這一波沒那麼好推 這一波 這一波沒那麼好推 黑不了下 我感覺 二 誰上了 這波 來這邊過來 挖泊遠古 藏個奶棒 沒有狂戰 有點僵硬 有奶棒人多 也還行 兄弟下副本 無兄弟下副本 無兄弟下副本 需要人扛一下 否則奶棒都回不滿 咦 卡爾尊到了 六三到時間了 健身還是沒血 不滿 但是這波 奶棒還有15秒 有沒有 有 不至於 有 人的 打 可以嗎 先來 五四 冰石砸了出來,這個冰石 就殺了一個毒狗 感覺這把有點僵了呀 有點難打,前中季節都沒有那麼快,智能說 他們外塔拔得很快,但是三個內塔拔得好慢 下路那一波有點傷的 下路那一波可以說是一擊給自己爭取了兩分鐘左右的一個farm空間 把他們人都打下來 這把溫斯的陣容拿得不好 很急的,你看這把卡爾是沒刷呀 他就是爆攤推的,我說了這一把卡爾要爆攤推 他就是爆攤推的,也不刷的,平時都是要刷的 他節奏太慢了這個英雄,打煉金 你也要刷他也要刷,你刷的沒他快 反正他推不動呀,現在是推不動了 所以他很僵呀,所以說這把就不好打了,很僵 老師已經大爆死了 電視也是這種打架的裝備 他也是打架的打法 但是殺後機也不如好好打呀,這個真的 打後機怎麼打了個對面 打不會呀 打因為我現在強調 打非常厲害 打算一下 打架的攻擊 不會啦 是吧 打架的 震懷 震懷 打架的 但是他想的是直接一波推掉对面呀 不是说想着跟对面发育呀 因为他要打推进的话先出一个点击手 那真的是搞队友呀 对呀 点击手一般是打发育的 小狗大鱼这种英雄有推推救一手 还是有机会救到自己队友的 主要刚才卡尔被踩的方向是脸朝对面的 如果是背朝对面的话 他是可以推一手救到的 这个大树的隐身每次都是用来打先手的 用得很好 经常给人隐身打先手 运势推进一定要先破好真眼 关键是这个老逼买了个宝石 宝石加补刀符 你打团插阵也秒给你吃了 又是一波隐身无敌 而且这边运势的酱油 杀满无敌是站不住的 小狗都是两巴掌一个 那他这个套路好脏啊 你擦真眼都没用 带粉呀真的带粉 擦了我就过去一个葡萄斧吃了 然后躲在边上呀 你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啥推的时候 当你知道别人隐身过来的时候 他就打你先手 什么不好什么不好 他隐身走到你脸上 把你都打到了 你再撒个粉又卵用 对他打先手了 他只有真眼才能防住别人的隐身先手 就是真眼加粉呀 否则他无敌了 就是带真眼加粉 反掉了之后直接上 那看一下这边酱油的压力大不大嘛 上马跳到这边窝地是平民装 但讲道理的话 这个大树也是要买保持的呀 这900块钱也是他掏出来的 讲道理呀 他900块钱也没个人 假的他不敢反 这个保持还是很舒服的 但是这个也不敢反 这个也不敢反 回头三个 他过来全吃了 这三个眼 300块全吃了等一下 可比老雷芒呀 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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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他敢这么早在保持 说明他的自信 好吧 自信 两个字 打得好打得好 全他妈是一身的 他就这手大树 就把对面的辅助师也给爆了 俗话说得好呀 别人家的大树 别人家的大树 别人家的孩子 还是想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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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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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炼金也是做出了零龙兴 他这个刷的 他后续装备起的太快了 这把书妹啊 他辉耀虽然说出的有点晚 但是这个分身和零龙兴出的太顺了 他辉耀出的也不是特别晚 辉耀也不晚 辉耀也不晚 15分多 对他15分多出的 15分半出的 不算晚 他是之前先买的辉耀卷轴 没注意当时 也不算晚的 但是他其实有个卷轴一直在鸟里 炼金这个英雄真是一个大赛英雄 他妈的 就像以前的敌法师一样 你不管我 我就他妈刷死你 没吃过福 这个英雄要针对的 这把一个针对炼金的都没有 他们自己办了两个 就剩一个冰魂了 要针对了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四手卡尔 没有放冰魂 冰魂无手被办了 这把卡尔 一击绝对不会办 因为我看了太多比赛了 都是用链金来打卡尔的 不是说用卡尔去打链金的 卡尔节奏太慢了 这英雄 但是我们说的话 隐魔冰魂还 也还比较可以啊 肯定是可以拿冰魂的 隐魔是可以的 他中单这把 能拿的还是挺多的 有隐魔 经济不落后的话 大后也能打呀 隐魔加电神打小狗链金也能打的呀 幻象都复理不了 一个幻象打半血 快把打死了 没有冰魂克 炼金这炼金 等一下就无敌了 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 怎么打都打不死这个炼金 他是无敌的 输出不够 关键是一击这一手 接旋的早呀 这前两手他就趴一下出来了 还针对着 16级A战卡 但这一把这个16级A战卡有点难你贴 没有没有没有 有点难 呃 野外团不好打 好吧 手高我看了一下卡尔还是能秀的 高地战卡尔可以秀 野外战不是很好打 关键是这个 经济 视野会被爆 这样打 视野会被爆 现在Winz需要打一波什么样的团需要 你要想打到后面 这个老苏金养个A我操 那他妈的满地图的种子 那他妈的也多难受啊 EkaWinz这个地图上的真言买了好多 到处的真言要钱的呀 Winz废了呀 这一把Winz就是废了呀 毛毛就是满眼流呀 跟我那一样呀 没眼队友不敢打钱 只能疯狂满眼 然后自己废了 这个兄弟带了一个宝石头好稳 赞呀 自信呀 好稳 他打团阵的不怎么上呢 躲在后面盘眼就对了 宝石现在有个雾可以去搅他 以前的话老版本 你妈带个宝石更厉害 没有雾的我操 多特一的 妈的以前叫做什么 兽王 好吗那个版本 兽王 几分钟带宝石 几分钟带个宝石 他妈的横着走 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玩的英雄就是兽王 你妈的个B 你两把你人全看到 他就是一个兽王 你们打破了所有队 是的 完了呀 那时候跟伊侯木塔没有干渴 今天还好有雾这个道具可以克一下宝石 开雾把他搅了 他这么猥琐也搅不到他的宝石 他们这个阵容你妈打到后面 在给小狗养个炼金 万一被打到空血了 小狗再把炼金吃了 还能救一手 最恐怖的还是老苏星那个一张 对 老苏星那一张 基本上就干渴不到人了 而且你那个线打到后面 他打那个线上种两个种子 你线有时候很割韵的 加上一个有零龙星会要的炼金 冰线压力特别的大 这边已经是西娃也做出来了 六神炼金 老苏星有点不讲道理呀 看一下他是选择先养人呢 还是先把避章换了换 换六神 压个BKB吧 还是 一半我打的话会先出一个BKB好吧 再养人 先保证自己的生存呀 对 现在 错麻将了我吵下不去了 好僵硬 错麻将了呀打不过呀 说了野外打不过 只有高地战 有机会好吧 高地战卡尔 Winz是一个很有进攻性的队伍 打成这样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有高地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这边是顺道时间了 卡尔更新了一个林肯 高地战依靠卡尔的冰墙 因为对面三大哥都是近战 如果冰墙放得好 然后三条勾一下 框一下 有机会 外面是根本打不过 高地麻将的节奏特别难受呀 跳踩点 揪一下这边卡尔 卡尔被点灯了 但是有点灯呀 这边大树被点灯了 大树 他不敢捡 他怕 大鱼就要踩 大鱼就要踩 我抵 我抵放出了一个大招 赶紧走 发条群倒下了 又是一个摇 摇在了沃地 一个陨石 这边小狗是开了摩缅的 这边侧面 侧面是得张谁上满 选择TP 打不过呀 外面真的打不过 打不了 外面是真的打不过 剑胜都差点死了 高地战 不是啊 他们现在可以说这个炼金 就打不死 而且一击稳的可怕 这个B走了你感谢 他们就 撤吹的有虚啊 他这一步不打 不打不给对面机会啊 因为他们站到了前头 剑胜四千八 哎呦 四千八 马上 瞬间五千八 五千八 不养队友 不买装备吗 要养 来一张 不应该呀 强强对抗阵容太关键了 真的是阵容太关键了 关键是他这个G是二手军的 强强对抗阵容太关键了 应该针对一下的 二手军 要针对的 养A了 看下养贼 这肯定没毛病啊 肯定大树啊 老树精 老树精 这老树精 我操 中树了呀 老树精迫不及待的去搞工程了呀 这个树我干过呀 这种大树好玩呀 这种大树好好玩 有A仗的大树太恐怖了 25秒中一棵树 而且他这个树你不带宝石 或者睁眼是看不到的 对啊 不知道这里有树 但是你打到后面就算你带宝石你带睁眼力也要反好久 运死现在拿宝石没用 他出不来你知道吗 他拿宝石出来就能打团了 他出不好出来 运死 这把已经绝了呀 主理不了这个同龄之眼啊 这把不客气的说 运死已经输了好吧 看我的毒奶到底有没有用 那把我说一击赢了好吧 看我能不能奶死一击 这把一击一击赢了真的赢了 这个时候我站出来了好吧 一击赢了 不知道一击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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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一击出什么呀 不知道一击出什么呀 击赢了赢过去都赢了 好吧 算了 用剛才的話來說 現在的一擊已經是盛世了 再說的標準一點 剛剛我看大叔放了個大 他大什麼東西用的 打錢呀 打錢 打錢 沒有看到五兵呀 他的重心時間變上 他這個大 線上還能大小兵 你知道嗎 太急把野心了 可以把這精神打得動得動不得 打著打著 地主上全是他的眼 他這個素眼多起來 你就處理不了了 你反不過來的 好吧 高地戰 溫斯 溫斯最有機會的就是高地戰 但是我看了一下 他們可以 他媽無腦 他們可以耐皮拆 開他媽摩扁 摩扁幻象 對吧 對啊 耐皮拆 不給你機會呀 而且這個 這個練技真的死不了 只要他注意一點 小狗又有隊員練技死不了 那怎麼打呢 他只要大招CD快沒的時候 往後撤去 阿爾冰是在上路 偷偷的插出了一個大招 給對面壓力 但是自己的下路非常的危險 阿爾冰這個 他放了個冰牆 盯了一下練技 阿爾冰這個 一個隕石 盯一下幻象 這樣的話卡爾就沒有爆發機了呀 隕石砸過了 又是一個B刀給的小狗 很急很急很急 對面很急 上路塔 上路塔是破掉了 這邊練技是踢了回來 這一波一擊還是求穩 阿爾冰虛命了呀 兄弟 虛了個命 但是下路好像打起來了嗎 放條勾了一下 阿爾冰一個大招 這個大招不知道幹了些什麼 沒太注意 他第二個空大 他第一個大也是空大 他沒有樹在冰邊上的 也沒有樹在野邊上的 阿爾冰這個時候還是挺冷靜的 這個選手 畢竟是拿過TIA冠軍的 這個時候選擇了一個人蹲在上面 去破了一個外套 這就是TIA冠軍隊呀 鳳哥 很冷靜好嗎 但是 怎麼說呢 這邊又推過來了 又殺過來了 我操 這一波一擊打得很 一擊也很冷靜呀 他們根本就沒跟你換路的機會 直接回去一個人 再組織一波進攻 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這一波沒有阿爾冰 再去上路插蛇棒了 只是續了一個命 蛇棒CD 只是續了一個命 我操 大魚跳踩 健身看出了轉 這邊後排有控制 一個歪給了大魚 隊友推一手 健身一個大刀斬出來 沒有打太高的輸出 反而是這邊 發條差一點就死了 小狗有盾呀 這邊一個羊 羊住了 小狗 小狗有盾呀 小狗有盾呀 這是來自渡狗 很關鍵 健身也倒下了 這邊滿活兩個 小心 健身小心 小心 健身小心 對 幹好了 發條一個原地 發條一個夠漂亮 這個夠漂亮 但是彈出去了 哎呦 打不死練精啊 怎麼看到打不死這個練精 怎麼看到打不死這個練精 這個比西瓦加強襲 我操 好弱 怎麼看到打不死 這個比不等大招 這個比不等大招 就上來招了 可以比更加舒服呀 塔房也交了 這邊密使塔房也交了 又是一個推風 有推推沒 沒推推有機會 哎呦 推一手 他出一個大招 然後陪我大雨踩 踩住了健身 又接了個夜 這邊有奶棒 冰強 又打奶棒 發的框柱 又是一個推推 還是在打練精 就是不好打死 打不死打不死 哇操他媽 這都打不死就尷尬了呀 高地戰 這一波其實 WINS已經打得很好了 這高地戰 已經打得很好了 無限的冰強勾框 冰強勾框 買活了一個 散滿 買活了 買活了散滿 勉強守住了這一波 煉金是無敵的 小狗也死不了 但是還是難打 難不想都難打 這一波又擋不住了 這波又來了呀 不停的進攻 他們在 擋不住了 健身沒有無敵斬 薩滿也沒大 而且這波塔房也沒有呀 都沒有 這個煉金死不了 就沒辦法 一個跳踩 沒有踩到 自己被揚了 小狗開啟的變黑 這邊 發跳一個勾 這邊小狗是沒盾的 有機會嗎 被推推推了一下 被推推了一下 推到了八點的關 沒渡過一關 這邊 推推推推推一下 一箱踩踩踩 一箱踩踩 煉金煉金 健身一個大招 收掉了大魚 煉金血液不多 但是被獨特大定了一下 大輸一個大 留住健身 小狗變黑 追上 血量有點長不住的樣子 小狗 一個跳牙 煉金前後排 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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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煉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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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天火 大叔出 還是差一點點 右推一下 一個導彈 被獨特一手關 這個煉金啊 這個煉金是無敵的 也就溫斯能 能放不住的呀 你別說這一波 溫斯賺了呀 真的就是獨特兵滾啊 這個煉金 發條買了呀 那這一波的話是 發條 薩滿和劍勝 買了三個 買了三個守住這一波 這樣的話 給卡爾 倒了一點空間 看能不能打到 一波神羅天真 轉 轉肯定沒轉好嗎 不轉不轉 這波團 也就是溫斯 才能守住了 真的 換著別的隊找技了 高地戰 溫斯還是很厲害的 因為 來隻兄弟 把槍西賣了 他別的隊找技了 這比也是出了個 他好蠢啊 他賣錯了 他不是強襲賣了 對 這個比賣了個強襲 出了個西瓦 他肯定是賣錯了 他剛出的強襲 他剛出了強襲 有可能呀 他賣西瓦 賣成強襲了 很有可能 我覺得很有可能 他肯定賣錯了 剛買的強襲 要買大雲配套的 他賣西瓦出強襲 很科學 他不強襲 這是一個機會 這是一個機會 但是他錢多 好吧 這個比登火 不會被西瓦賣了 再買個強襲吧 也許他就是兵甲配大雲的人 我不是 兵甲配大雲 那他出強襲幹嘛呢 剛出的 風哥風哥這兩波打 唉這邊中路一個跳陽 想跳陽 但是沒有 大條沒有勾到 唉呦這邊有籃棒 籃棒被打掉 能斬死過嗎 一個無力斬 斬死嗎 唉呦沒有斬到 反思窩地倒下 這邊一個兵牆斷後 好千以針在跑 老蘇金 一個跳彩 發條也跑不掉 發條是不能買活的 發條是不能買活的 出來打還是打不過 要靠高地 還是得守高呀 防守反擊呀 出去打打不過的 這都殺不掉小狗 他媽的打個幾吧 三個退退 一動射就推走了 就要守高地 要守高地才行 不守高地贏不了 唉呦這老蘇金跟那個 他媽的艷陽 這個裝備也是厲害呀 這個時間段 唉呦 你看他攻速好慢啊 這攻速好慢 這鏈接鋪接了 唉呦那強行又賣點東西 卡爾 卡爾技能丟完了 沒技能了呀 這一路 這一波是真的沒辦法守了 沒有發條 四打五 強行守這一路真的是守不住的 這邊 這邊有個喜訓是小狗沒籃了 唉 這個大術秘法沒有給小狗加到 那這樣的話這個小狗就很尷尬了 小狗沒籃了 小狗沒籃了 沒破開魔免 好還要142的籃 這邊小狗沒籃了 可是打退敵軍沒用啊 打退敵軍 滿地圖的眼 突不了門 經濟已經落後兩萬五了 藍打 小狗怎麼一直在回籃啊 喔他在拳水 塔烏就是為了回去回籃的 秘法沒吃到 兄弟買了個音樂之金 稱稱攻速 好缺攻速 兄弟不該呀 用這強行嗎 那放在身上一分鐘 兩分鐘還沒 買了賣 我覺得煉金這個英雄他媽逼得多打呀 中國隊可以多打呀 煉金是個好英雄呀 一般有煉金在對面 你自己這邊叫急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 不是話又說回來了 這一把他賣強襲 是因為小狗有個強襲 那他這個強襲出錯了 對他就不該出這個強襲 出錯了 這樣說的話 能健身 對吧 他就不該出這個強襲 在這邊殺鬥的健身 是更新了一個經過棒 也是一個 裝備很豪華的健身 這個殺鬥還是挺會刷的 這個健身 在烈士局 突然裝備就這麼好了 殺鬥差個BKB呀 現在這個健身 輸出有了 輸出夠了 他會出大雲吧 他這套裝備 是還有一個大雲的 他不一定會出BKB 他是單核 他能撐一件輸出裝 就能多打一點輸出的 局勢緩下來了 其實我想說 為什麼鏈金都不愛出BKB呀 有玲瓏心的鏈金 出個BKB 我操這邊跳到好機 買了三本經驗之書 好想到阿薩爾 來一個神羅天真 這把他打到大後期 大大後期 卡爾 卡爾可以修 好吧 但現在只能躲在高地 大大後期開始 現在只能躲高地 把格子裝備跟完嘛 現在只能躲高地 別出去打 出去打就死 但是這邊 對面又來了 換一下感人 來放大了 看得出來一擊想推一路 還是挺累的呀 這邊一個吹風 上門跳大 對面 Ouais 接著接著 接著別秒了 好脆呀 打的就死了 不行 搖 搖到了窩地 特別大魚又是要來 抬到兩個 一個兩個 好脆啊 全部倒下 GG 拖不到呀 這個根本拖不到 不給機會了 敢打 WINS我覺得 打得已經夠好 十五分 哎呀,這今天中國隊的比賽看得他媽的難受呀,兄弟 沒聲音 陣容問題呀,兄弟,Win是打的可以,但是這個陣容就是沒對面好,對面不給你機會你就是贏不了 你不像說那個VP打IGV,IGV陣容好,但是IGV給機會,一擊不給這個機會,陣容不好就是得輸 是的 L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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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BO几 BO3 现在Win10落后一把 0比1落后 输了的就淘汰了 这一把没什么好分析的 就是阵容问题 你说Win10打的哪里有大问题 我告诉你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阵容打不过 嗯 这个赛人是血腥啊 进入淘汰赛后